如果当年不是有郑佩佩在 花绍一一应该也会像花绍二那样撕起来吧 录制花儿与少年第一季时 郑佩佩已经68岁 但她从来没有摆过长辈架子 更没有拖大家后腿 凡事都亲理亲为 虽然我年纪最大 但我还搬动行李 还会冲在第一个 整个旅行途中 没有说教 没有因为辈分高白谱 更没有隔岸观火 而是选择陪伴和鼓励大家 当张汉没有跟大家商量 就擅自买了80票 引起大家不满时 我想看一下什么地方 好吧 佩佩姐第一时间站出来为她说话 在团队遇到问题时 她总能主持大局 大家深夜在野外开车的途中 张汉的车出现故障 发出烧焦味 她却固执的想继续开 在大家相持不下时 佩佩姐主动上了张汉的车 表达了对张汉的信任 当李菲儿许晴担任导游时 佩佩姐会主动替他们分担 许晴觉得自己与郑佩很多时候意见不合 佩佩姐则会主动去化解 还会为她出谋划策 张凯丽当导游时 因为花钱大手大脚 导致资金不足 没钱吃饭 佩佩姐就和刘涛两个人为大家找吃的 为了在老板那里拿到最大的优惠 她丝毫不端着 深夜坐长途火车 大家都把座椅放平睡觉 只有佩佩姐因为怕影响张凯丽凶洗 整晚都坐着睡觉 刘涛生病 佩佩姐会陪她去看医生 而当佩佩姐把头靠在墙上时 大家才发现她的身体也早已疲惫不堪 她是整个团队的定海神针 正是因为她的包容与付出 花哨团才能凝聚在一起 在节目结束时 佩佩姐给每个人送了一副字 当时张凯和女友出现情感问题 佩佩姐送她的是舍得 而佩佩姐送刘涛的那句话 刘涛珍藏了十年 他的鼓励陪伴刘涛走过了漫长岁月 俩人也在这套旅行中成为了忘年交 刘涛出演的客栈综艺 佩佩姐哪怕身体不好也要去捧场 刘涛获奖的典礼 佩佩姐会专门飞去当颁奖嘉宾 会以妈妈的身份去支持刘涛的跨界歌王 佩佩姐在社交球台上 分享的大大小小的事 几乎都会爱到刘涛 而刘涛每一条也都会耐心回复 网友问她为什么这样 她说因为自己想她了 这样她就能知道自己的近况 因为年纪大了身体不好 不能再经常回国跟刘涛相聚 佩佩姐就用这样的方式表达她的思念 虽然之前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但得到佩佩姐离世的消息 刘涛应该是最难过的那个人吧 虽然后来还看过好多旅游综艺 但再也没遇到国相佩佩姐 这要好的长辈了 以后重回花哨一 要带着一丝难过了